这两天不是在微博上也好 还是在这个国内的媒体啊 还有国外的这些所谓的恨国党 反贼的这个自媒体上也好 有一个话题特别热 就是一个叫李浩时的 这么一个脱口秀的演员 他呢就用了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席包子 这个鼓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这么一句话 八个字叫什么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就缺姐呢 自己在琢磨在喘嘛 他为什么会写 就会把这八个字 作为一个梗泡出来 那缺姐认为他可能是想哗众取宠 当一个就是创作者啊 他自己辞穷的时候 他就希望找一个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就是什么样什么样的这种 就是一slogan 那叫什么宣传语啊 标语 大家谁都知道啊 口口相传的 就是来作为就是大家这个熟悉的这种记忆点 来这个玩一下这个梗 就是创作者嘛 当你就 当你才华有限的时候 你就希望找这种稿啊 就缺姐就觉得他应该啊 就是不说缺姐这个比较善良 或者说比较富人之人呢 觉得他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啊 你要要去专门的去踩这种政治的红线 而且呢这个军队呢 跟缺姐跟大家说吧 哪个国家的军队都是狗 哪个国家的不是吧 哪个国家的军队都意味着暴力机器 国家暴力机器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 而不是体现着人民百姓的这个利益 如果是体现人民百姓的这个利益的话 就没有战争了 为什么会有战争啊 这统治者他想为了扩大自己的这个利益吗 想掠夺别人吗 想掠夺别的国家吗 你看哪个战争是普通老百姓愿意去打的 当然这老百姓也有啊 相当一部分啊 这些地痞们流氓们 希望跟着串活打群架 是吧 串活去掠夺别人 这种恶人是有的 大有人在 军队里他也培养这个东西 再包装一下 这种伪光正的这种头衔 不管是这个侵略者和被侵略者 缺姐发现没有几个好东西 就只要是跟国家暴力机器相关的 不管是警察还有军队 哎呦 缺姐又开始侮辱军队和警察了 就哪个国家的缺姐都侮辱 因为他们确实 就是暴力啊 就是混乱 就是荒谬的代名词 他们就符合了这个世界一切的丑恶 但是呢缺姐想说呢 就是如果你在国内呢 包括听缺姐广播的 如果你是翻墙出来的 你们在国内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种安全吧 缺姐认为这个李浩时应该大概率是没有了 他想那么多 他应该是不属于才华特别的好的一个人 他也不属于这个学习能力特别强的一个 他也不属于表达能力表现能力 还有这个拿捏分寸特别到位的一个 如果是呢 你是一个就是比较真正的就是学霸 学霸型的 他是不会踩这个红线的 因为没意义 你你人身不自由的情况下 你说什么都没意义 当你的人身安全还拿捏在别人手里 你说什么有有什么用呢 是吧 就跟缺姐以前啊 在这个后妈和死爹的这个 这个手底下 缺姐不也没有揭穿他们吗 也不也没有揭发他们 因为揭发出来没意义 社会舆论对他们来说 够不上什么意义 因为什么呢 他们周围的人 认识他们的人 跟他们面对面打交道的时候 还是巴结着他们 要够着他们 就是说能够给他们提供自己 提供什么利益 他们顶多是背后嘲笑这家人 他不会说当面 然后你这孩子受到的惩罚就更多 然后你又不可能脱离他们 所以说你去揭发他们 你去控诉他们有什么用呢 反倒是让那些恶狗们 就是有个破窗效应 他觉得啊 原来你在家里是这样的一个地位 那说明你好欺负啊 那我也可以欺负你啊 别人都能欺负你 你们家都欺负你 我为什么不能欺负你呢 只有是你自己 掌控自己的命运的时候 你真正能把这些垃圾人 这些变态的 这些恶狗们 品性非常恶劣丑恶的 这些垃圾处什么 从你的视线范围里扫出去 踢走 这个时候你说什么 你才有这个话语圈 才有这个资本 否则拿什么去说服别人呢 你就不能脱离别人 包括跟确解面积的那个 那个野鸡也是 黄野鸡 如果说你这么对别人有要求 要求这么高 那根据你用自己的资本来匹配的上 你对别人的要求 老娘就是不靠你是吧 不靠你们 是他这个人太垃圾 等你真的脱离这个环境 然后你挑剔别人 你挑剔别人 就是想敲诈垃圾别人 就无条件的 供养着你这个嚼尸棍子 你这个大老鼠精 是吧 这就没什么 这就不可能成交的事吗 不可能得逞的事吗 话说回来 这个脱离别人 他本身不属于真正的学霸型的 学霸型的不可能踩这种政治红线 那缺姐在本科毕业之前呢 不是说是毕业之前 而是本科毕业之前 有一个特别垃圾的一个老师 真他妈垃圾 但是他就说了一句话 让缺姐记住了 他毕业之前 他是跟大家说 说你们呢 做这个行业 千万不要踩什么政治红线 就是这个东西呢 不管谁对谁错 正和是和非 你们都没有这个资格去讨论 你们就心里记着就行了 不要去搞这个东西 搞这个东西 你自己 你又没有脱离这个环境 刚才你自己 你连范围都没有了 然后去解 这个入行的第一份工作 就有一个同事 他居然给人家 就是某一个国家领导人 下面的给人家出上 写上这个 这个标签叫什么 叫法轮功修炼者 也不知道他是这个眼花呢 还是缺姐相信啊 这个男同事 他是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他给人家贴上这样的标签啊 好像是给朱镕基 贴上这样的标签 结果他就被炒了 他应该是睡 就是睡迷糊了 还是怎么的 睡得要睡得太少 反正就迷糊的 结果这个一出来啊 他就犯了大忌了 他就被炒了 从他那个总部被踢到腹部去了 腹支部去了 这不就是吗 你说你说你这脑子啊 在人家这个屋檐底下 讨生活 谁对谁错 你都不用管 只要你把自己过好了就行了 因为这个东西呢 也不由你来掌控是吧 然后呢 大家都有眼睛 都有心 都来偷偷默默的记录 你千万别拿个小日 什么都写在日记上 不要像那个雷锋似的 做了每件好事都写在日记上 生怕别人不知道 说句实话 但凡你他妈 你不是个智障 你都能记在脑子里 就默默的记在脑子里 什么都行 什么都不要说 什么都不要做 除非说人身安全自由 像缺姐现在 但是缺姐对这个 也不是很感兴趣 因为什么呢 缺姐观察 世界这么多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 是正义的 是公平的 是平等的 只是包装 本质呢 差不多 但是呢 肯定有 就是老百姓 作为被统治阶层啊 有你能承受的 那个县啊 有你不能承受 那个县 你像这个缺姐 如果在国内 那很多县 都跟缺姐的 这个本人的 这个需求 是相对立的 完全合不上 那合不上 咱们就换波 换地儿嘛 是吧 那缺姐也走过 这么一两个国家 发现 外国也不是啊 就是天堂 就代表着正义啊 正确啊 就代表着什么 这个公平平等 也不是 纯粹意义的这种 只是说呢 你啊 在这个 就是丑子里 拔将军吧 当然了 那缺姐也看不上 那种啊 他们正眼说瞎话的 之前逃难出来的啊 逃难出来的 农村的农民 到这儿不知道怎么的 就不知道 踩上什么狗屎 因为发家致富了 结果回头 跟他们那个老家的 那个政府一勾兑啊 你说你怎么 你说你当年 怎么逃出来 你是怎么被压迫的是吧 然后呢 你还这会儿 你还强迫别人啊 要跟着他们一块 什么爱党啊 爱国呀 这个唱赞歌啊 切姐姐的这种人 他们也真 他们恶心 精神分裂症 是吧 你他妈 你要不是被压迫到 那个程度 你不可能说 你偷渡 你逃难 是吧 嚼死一生的逃难 哎 人性嘛 就这样 现在看多了 将怪不怪了 你看人的这种 亮面三道 缺姐看不起这种 缺姐现在比较好奇的是 微博上有一股风 说这个李浩石 是日本人 说的是 他的原名叫 这个黑川龙衣 缺姐对这个非常感兴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日本呢 缺姐你说 你说这个 瑶瑶为什么他 他有生命力呢 因为这么一说 缺姐还真觉得 他像日本人 因为有什么 他长得太丑了 他丑得那个猥琐那样啊 也真的很像日本人 中国人很少长得 有丑成这么猥琐的 那个黄野鸡也说 自己像日本人 说句实话 就是大多数日本人呢 如果是那种三角眼的 蜜缝眼 细长的蜜缝眼 像这个黄蹄卧提 这肉眼泡 这肯定不是 这个日本人的长相 日本人他尽管是蜜缝眼 但是他眼皮很薄的 他眼眸是有眼眸有深的 这黄蹄卧提是骨眼睛啊 骨眼睛的肉眼泡 还是蜜缝眼 肉乎乎的蜜缝眼 这种不是日本人的 这个轮廓构造 再起次 日本人如果是这种啊 北部日本人的 就北海道 维中心这种 以前的叫文 像什么文首人 还什么什么的 他们有两个 不同的这种种群啊 这种北日本人 他往往是鼻子特别高 别看他是蜜缝眼 他往往鼻子特别高 他眼眸是比较深的 他眼皮是比较薄的 是那种才叫日本人 才是日本人的长相呢 结果黄蹄卧提 哎呦 就因为自己长个蜜缝眼 非要什么 给自己日本人靠龙 哎呦 这傻逼 他连日本人长什么样 都不知道 他都没研究过 他文盲嘛 真正你看过 你看过几个日本人啊 不是那个黄野军 那个长相 黄野军长的是典型的东北亚的通骨酥人种 通骨酥人种是非常丑的 典型的那种 你的蒙古利亚的啊 东北亚的蒙古利亚的那种人种 这黄野军 就是越缺啥 他越要这个 叫什么 自己幻想 自己 幻想出一个相反的东西来 现在姐姐呢 就好奇 这个李浩石 这个House 他到底是不是个日本人呢 到底是不是霓虹金呢 到底是不是霓虹金呢 这是姐姐比较关重的 至于什么政治主张的那些东西啊 就是说说就好 反贼说的那些什么恨国党说的那些不全是百分之百的 真的真理和正义的一表 他往往有太过于啊 跪天啊 西方的 把西方的不好的地方 他也能 也能 这个洗地 这 你就跟国内的反红五毛 这本质上有多大区别呢 本质上某种 他们是有类似的共同点的 可能呢 恨国党呢 反正那恰的是这块饭 要图公的一切都是做的 然后欧美的一切都是对的 包括大熊猫的这件事 像那些反贼的自媒体啊 比如说方的颜 沈公子 还有谁来着 还有悉尼奶爸好像是 还有谁的 缺姐记着呢 就这四个自媒体 那明显的看来就是被虐待了 是吧 鸭鸭乐乐 美乡天天 小奇迹 这五只熊猫在这个 华盛顿的那两个家 动物园就是被虐待的 这是事实啊 你看所有的信息 你看视频呢 你看那些熊猫的反应 和饲养员的那个互动 的反应 那个交流 一切都是你在跟中国国内的 那些明星大熊猫的和饲养员的那种关系 那种互动 你去对比一下 肯定你看得出 那个这几个饲养员肯定是虐待 美国的饲养员肯定是虐待中国的大熊猫 事实都不讲究 去了他妈还做自媒体呢 真可笑 所以呢 广大 这个缺解的这个听众们 跟缺解说一下 你们认为这个李浩石 到底是不是这个黑川龙衣呢 缺解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啊